哈喽 大家好 我们要去顺便宝 顺便让大家看一下俄罗斯的高铁怎么样 昨天说高铁来了 但是我不知道那个是不是我们的 我们到的很早 因为妈妈一直担心的是我们会迟到 等一下那边写的是中文小市场 你不会迷路 你只要是看到哪里有面包 哪里有吃的就可以了 哇塞 你看前面也是中文 大家能看到吗 咖啡那个室 咖啡室 还有餐厅等等 就是到了 要坐应该是差不多的火车吧 就是为什么厅那么小 有点不习惯 因为对于我们来说 在这边 从火车厅直接到时间了 我们会进来 现在还有半个小时的时间 我以为 没事因为妈妈就是先提前到 我以为是在厅厅等 到时间了之后像我们一样 然后我抓卡进去 现在我们出发 这是我们的优人 开始排队啦 我们坐在这边 我们现在坐上车了 它这个座椅更低一些 然后 很舒服 座位空间更大一些 我觉得这个 有点大 更大一些 是不是因为人更少 空间到时候都更大一些 回去看一下它的速度怎么样 这是我们的桌子 所以空间还是挺大的 他们对于隐私的保护可能更好一下 因为座椅头刚好看不到 看不到别人 对 说到价格如果朋友还没有走过这种 这种房子 别墅 这些森林 我太爱了 春天到了 我们今天坐了半个小鱼 我能发现还是有点儿动 尤其是如果需要刹车的 它会更没有那么稳定 觉得中国的更稳定一些 这样的 不管 我是感觉国内的速度更快 这个感觉像坐火车一样 当然 我现在就是在森林 在这边 旁边都是森林 对啊 因为到了一个车市之前 它需要刹车 它还没有那个最快的速度 看一下最快有多少 然后我发现真的是 帝王日西 森林太多了 都是森林 是的 或者森林 或者地 确实眼睛很 很喜欢这种风景 两边都是好像是 目前最高的速度 215分 希望你干嘛 不会用 希望你帮忙 我也不知道怎么用汤 要不我们需要半钟 是的 怎么用汤 它不像中国的会有一些标识 然后 没有中文 我听不懂 是的 大家也可以评论一下 怎么用俄罗斯的这个 煮水的 像是小半天 救命 刚刚看了一下工作人员 怎么叫别人用这个 对 刚刚好多朋友都按了这里 不管用 所以下次如果大家坐俄罗斯火车的话 大家一定要注意哦 它在上面 它在上面 哦 那边太多 对 但是不好意思 有点波动 对 等一下啊 就是按上面 这边是凉水 这边是热水 现在应该是没有 没有 只有一个中国人 热水很少 我需要凉水 大家注意哦 现在到上方那里有暗的热水 凉水 这样的中间是微水 现在知道了 那你顺便给我倒一杯吧 谢谢老公 好聪明 妈妈 谢谢 那你顺便给这母娘倒了一杯水 嗯 不是热水 我们现在看一下 在中国大家喜欢在火车 我们现在去写一下这个摄影 会不会有任何波动 过不过稳定 可以免费的收到耳机 谢谢 带上耳机 可以看电影 我所知道的是 你可以连上他们的WiFi 然后打开一下他们的APP 看一下电影 听一下音乐 所以妈妈想再来试一下 大家看到了吗 就是免费的 连上来一下这里的WiFi就可以了 然后 听一些书 那确实很不错 很简单 这边 年老板二级查进去 然后在这边选择 妈妈现在可以看电影 妈妈正在看 我也能听到 所以能终结一下 或者你们可以打开一下APP 在APP里面 像这些电影 音乐 书 或者你们可以直接带上耳机 像我 这样 看一下对面的那个电视 我们在写一些 一些汉字 有时候这样写 就是波动 有点大 所以有时候不太放电器 但是总得来说还是可以的 下了 来 来 那个冲屋面好绅士啊 是的 给我 给妈妈兜牙的手 所以很棒 我喜欢 生病的宝 大了 不喜欢 不喜欢我这 生病的宝 你为什么那么刮风的城市 都不能说话了 哈哈哈 那这里的风确实很大 冷 是的 我们现在要到我们家里 然后快点收拾好 要去见面 朋友 开始工作了 嗯 谢谢 谢谢 下一期视频再见 大家别忘了可以点赞 关注 顺便说一下 你们觉得这个莫斯科的高铁怎么样 嗯 啊